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您好 我是马朗玉飞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本地存储技术 Cookie 当我们在当前这个小米网站呢 去进行操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购物车里面 现在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并且呢 我现在是没有登录的 说明我并没有跟我这个福气上面的 任何一个账号的取经关联 这个时候呢 你比如说我点到其中一个商品 然后呢将这个商品呢 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购物车里面 好 这一方注意 我在当前这个页面去加入购物车 好 然后呢 再去给他加入购物车一个商品 那么最终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会发现呢 这个购物车商品呢 在右上角就出现了 并且呢 你比如说我们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之后呢 这个上面购物车的商品呢还是在 但是注意 现在我并没有登录任何一个账号 那说明呢 这个地方购物车的商品 它并不是存储在我们用户的账号里面的 它是存储在我们当前这一台电脑上的 那么这种存储数据的方式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本地存储技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再来学习一种新的本地存储技术 叫做Cookie 那么Cookie呢 它的全称呢 其实叫做什么 叫做绘画跟踪技术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提到了一个东西叫做绘画 什么叫做绘画呢 一次绘画呢 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些过程呢 就是我们将当前这个浏览器打开到把这个浏览器关闭掉 这是一次绘画 但是注意 我把这个当前浏览器打开 把当前浏览器关闭掉 这是一次绘画 那么我们在当前这个网站上进行浏览的时候 还是处于这一次绘画的过程中 直到我把整个浏览器关掉以后呢 这才是一次绘画结束 这叫一次绘画 那么我们再打开浏览器加载这个页面 在关闭掉这个浏览器期间的这段操作里面 我们的用户呢 可以在当前这个网站上去做任何操作 那么这个所谓的cookie技术呢 就会在我们用户在当前绘画操作的过程中 去记录用户是否登录了 还有购物车信息是什么 是否已经下载了 是否已经点赞了 和播放进度这些操作 那么通过我们刚刚的这个操作可以看到 就算我在当前一面上没有登录账号 也就是我没有去连接我们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我们在本地去进行一些操作 它也可以进行存储 那么这个存储的操作就是由我们cookie去完成的 所以咱们的cookie叫做什么呢 叫做绘画跟踪技术 就是它就像一台摄像机一样 然后在我们用户浏览整个网页的过程中 然后呢 随时准备记录用户的任何操作 当然呢 咱们的绘画跟踪技术呢 不仅仅有cookie这一个操作啊 咱们之前呢 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这个绘画跟踪技术 也就是本地存储技术 除了这个cookie以外呢 还有像local story 30 story这么几个东西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多去给大家强调这个local story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呢 再去翻看一下咱们之前的这个代码和笔记 那么今天呢 重点我们来看这个cookie cookie和local story它的区别在于 首先这个cookie它是可以去设置过期时间的 而咱们的local story呢 如果你不主动删除 它是永久存储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cookie它最大可以存储4kb 而咱们local story是5兆 而且这个local story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除了可以最大存储4kb以外呢 每一个域名最多可以存储50条cookie 但是这个地方注意啊 它不是绝对的 不同的浏览器呢 有稍微的区别 我这个地方呢 只是说的主流浏览器 它呢 存储的时候的一个限制 好 这是咱们的cookie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cookie 它到底应该怎么去用 首先呢 咱们的cookie呢 它是一个字不串 它是一个字不串 那么它在存储数据的时候呢 它也只能去存储字不串 所以呢 大家这个地方要注意 它只能存储字不串 它不能存储像数组啊 对象的这种数据结构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学过这个jason对象了 所以呢 如果啊 你非得去存储数字和对象的话 你其实可以把这些数字和对象的结构呢 转成jason格式字不串才进行存储 但是注意 在存的时候要注意 它最大只能存储4kb 所以你别超过界限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也能够知道啊 就是我们的cookie呢 它一般情况下只存储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啊 就是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呢 我们不能一乎哪儿全给它存去 因为它大小有限 那么这个重要的信息呢 主要包括什么呢 就是咱们刚刚所说的 登录啊 然后呢 购物车信息啊 是否点赞 或者是这个视频播放进度等等啊 这些操作我们都可以呢 通过这个库库的信息存储 好 那么具体呢 我们来看这个cookie的语法啊 我们的cookie的语法呢 非常的简单啊 我可以呢 直接把这条语句给它拷过来 这呢 就是一个cookie 其中 我们的name和value这两个值呢 它是必选项 也就是说 你任何一条cookie都必须给它设置这个name和value 这个name呢 是我们的键 value是我们的值 而且这个键跟值呢 都是我们自定义的 就是你想存什么键就存什么键 想存什么值就存什么值 然后呢 后面 花括号这个地方 中括号这个地方 首先注意 这个中括号是我加的 它实际在编写的时候 这个中括号给去掉 那么加中括号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 中括号部分的内容呢 都是可选项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设置cookie的时候呢 你可以呢 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去选择 要不要去编写后面的这些简直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不管后面这些可选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ookie它到底应该怎么去设置 好 来看一下设置cookie 那么设置cookie的操作呢 非常的简单 那你比如说 我想设置一个 UVANAME等于 这样的话 我就设置了一个名字是 UVANAME值是XXX的这么一个cookie 设置完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程序运行 好 那么如果我想去查看 当前页面上是否这条cookie设置成功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开我们的查看元素 点到存储 存储这些地方呢 有一个叫做cookie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条叫做UVANAME的cookie呢 已经存进去了 它的名称是UVANAME 它的值 稍等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值呢 是XXX 它的值是XXX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存储的一条cookie 它在我们的火候浏览器上就加载 当然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细节 需要大家注意 就是如果啊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直接在我们的谷歌下加载 好 那么注意 在谷歌浏览器下呢 我们可以点到这个application 点到application以后 在这里也有一个cookie点进去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cookie它是设立失败的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火候浏览器它支持本地文件去缓存cookie 但是谷歌浏览器它不支持本地加载的文件缓存cookie 我们的谷歌它只支持服务器加载的h1页面去缓存cookie 所以这方注意 然后呢 我们的谷歌它只支持服务器加载的文件缓存cookie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操作啊 就是我们把当前的这个页面放在我们的服务器下去运行一下 我们来看它能不能去加载我们的cookie 再让我们把这个文件直接拷贝到服务器下 拷贝到这个code的14 然后呢 在当前这个页面下 我们再去新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这个新的文件夹叫做cookie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我们再去把它加载下来 好 注意 在这我们从谷歌浏览器把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呢 注意 前面的应该改成logohost 这样呢 它就服务器加载 那么当我服务器加载的时候 我们再点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这条数据它就加载进去了 它只能支持这种服务器加载数据缓存cookie 这是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所以大家在设置的时候呢 注意 因为我们的这个cookie操作呢 一般情况下呢 是用在我们实际 实际的这个网站中 所以最好呢 我们在编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服务器加载呢 会比较符合咱们实际使用的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把这个cookie呢 也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下 运行就OK了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步骤 那么设置完cookie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获取cookie应该怎么就获取 那么获取cookie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设置是直接通过等于给它复制的 而获取我们就直接将这个到我们的cookie输出就OK了 同样 我们在这刷些页面 那么你会发现我存储在当前页面上的cookie 它就直接以自不串的方式呢输出了 这就是我们的cookie 了解了cookie怎么去用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使用cookie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cookie中的中文 那么我们在设置cookie的时候呢 难免的在存储数据的时候呢 会存一些中文进去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呢 去存储一个钢铁匣 那么这个中文呢 在我们cookie里面进行存储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乱码的问题 因为不一定每个浏览器呢 它的这个编码格式都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在这地方呢 为了保证这个中文存储呢 是正常的 我们的系统给大家提供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 一个叫做 decode your i component 一个叫做 decode your i component 好 那么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干嘛的 这个方法呢 是将中文编成对应的字符 然后呢下面这个方法呢 是将我们对应的字符呢 编成中文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像我们在这呢 要去给它添一钢铁匣呢 最好呢 我们是将这个钢铁匣呢 通过咱们的 decode your i component 去进行编码 最后呢 将这个编码后的字符传 直接给它填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上就OK了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啊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在这个符记下加载 好 最后的运行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在当前一面上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 your name 给它存进去 并且它的这个value值 是直接进行编码后 存出的一个value值 但是注意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取数据的时候 取出来这个数据 它也是编码的 那么最后我们在这儿取的时候呢 需要去减码去读 要不然呢 这个编码后的中文呢 我们是读不懂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再调一下这个 decode your i component 重新去刷新这个页面 最后就直接把它解码成中文 这呢是关于咱们中文处理的问题 好 那这个问题搞定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后续呢 就一起来看一下 中括号中的这些可选项 在这儿我再强调点 这个中括号是我家的 我们实际在设这些值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中号给它去 好 我们来看这个cookie中的可选项 首先的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过期时间 好 我们来看cookie的过期时间 这个过期时间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xvirus这个键 xvirus 那么首先呢 它后面 必须填写什么呢 必须填写 日期对象 那么既然呢 我要去给它设置日期 那么这个日期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期日期 只要我们的时间一到我们 当时设置这个时刻呢 它就会自动过期 然后呢过期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cookie给它清除掉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清除过期的日期 好 过期的cookie 那么既然它后面必须跟着日期对象呢 我们就必须用到我们之前分装的一个函数 date after date 就是过n天后的时间 好 首先我们先获取到当前时间 获取到当前时间之后呢 我们把当前时间中的天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它复回去 复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刚刚传下这个n的给它加上 最后再给它把我重新设置完 这日期对象给它返回 返回以后呢 我们再这样测试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写一个3 最后我们在当前应该上运行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三天后 这是我们三天后的日期 这就ok了 这就ok了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想要设置一条cookie 然后这条cookie呢 我们就设置成这个XXX 然后呢如果我想它后面的去跟一个过期时间的话 好注意 现在我先什么都不写 我看一下它默认的过期时间是什么 在这我们去运行 好 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谷歌浏览器上运行 然后呢并且通过福气下载 现在出来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默认值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 如果啊 嗯 这样吧 咱们还是在火壶下来 因为火壶呢它是中文啊 点到这个火壶 点到这个存储 点到我们的cookie 那么我们会发现这过期时间它默认是绘画 这个所谓的绘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当前这个UR给它拷贝一下 好现在注意 我们把这个cookie中的这条设置的操作给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它就不设置了 不设置以后呢我重新加载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加载就是我上一次记的这个cookie 好现在这一次是有的 我把这个页面关了 关了之后我重新去加载一下这个H1页面 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cookie它还是在 那说明这一次绘画它没结束 什么叫做这一次绘画结束呢 就是我把整个浏览器都给它关掉 好 关掉以后呢我再重新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新的绘画 在这个新的绘画里面 我们重新去把我们上一次这个UR加载一下 我们再去点开它 好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当前这个页面下的cookie就没有了 因为上一次绘画结束的时候 它的cookie就自己清除掉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一方呢想要让它存储很长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呢在这条cookie后面去给它设置过期时间 直接把这个所谓的experience给它写上 写上以后后面直接给它加上我们after update 你比如说7天后 那么今天咱们是20号 7天后的是27号 最后我们在这重新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那么首先我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过期时间呢 已经变成了27号 已经变成了2019年27号 然后接着我再把当前页面上的这条cookie给它删掉 删掉以后呢设置过期操作已经没了 我重新再把这个浏览器全部给它关闭掉 关闭掉以后呢我们再重新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再重新的去加载一下这个页面 好 稍等 我们再重新加载一下这个页面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空间打开 看到一个cookie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cookie它是还是在 那么直到7天后呢 这条cookie才会自动清除 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期时间 那么这个过期时间咱们了解到它是干嘛用的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再去利用它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呢 去做一个小小的功能 就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系统它会自动清除过期的cookie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啊我们在这样的主动去设置我们的cookie呢 它的过期时间是过去的某一时间 当然这个过去的时间呢可以是任意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cookie一点之后重新设置以后呢 它的过期时间就变成过去的时间了 那么它就会自动清除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特性去完成删除cookie的操作 好 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页面上呢给它一个按钮 然后把这个按钮呢直接给它会到 拿到这个按钮之后呢给它添加点击时间 好 注意 我们在这呢把上面这条cookie打开 让它系练过期 然后呢我们点击按钮之后呢 注意我们重新把这个user name给它设上去 好 注意 在我们的cookie中呢 一个键只能存在一条数据 如果你重新再去设置这个键的数据 那么后面这条数据会把前面这条数据给它覆盖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已经要把当前这个叫user name的cookie呢删除掉了 所以它后面是不是插开它已经无所谓了 我就直接给它覆成一个空字 不创上就OK了 expense它等于过去的时间 这过去的时间我直接给它传承了-1 也就是昨天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重新刷新当前一面 好 那么首先 我当前的过期时间是7天后 然后呢我重新点击删除cookie以后 这条cookie就被清除掉了 因为我把它的时间的设成了昨天 那么它的时间是过去的时间 系统就会自动清除过期的cookie 好 当然的这个地方呢你想拿到过去的时间呢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取啊 这个地方只要你是负的你穿什么都可以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 还有一个快速获取过去时间的方法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方面写个new date 然后在new date里面传个0 我们在new date里面传个0的话 它直接获取的就是1970年 那这样的话这个时间呢完全够过去 我们就没必要调用上面这个up number函数 在这我想删除这个过去时间的 你可以直接通过new date传个0的 直接拿到过去的时间就OK了 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好 最后我们重新演细一下 重新将当年一面刷新 首先在我们当年一面上是有cookie的 然后呢当我点击删除cookie的时候 它就将这条cookie删除掉了 这就是我们cookie中的第一个可选项 expérience过期时间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